《小玉麻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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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半歲 被人染上了小玉麻痺症 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還有媽媽揹著我 走一個小時才上學 其實很難得有個機會 我們可以爭取在家附近的小學讀書 走得被人慢不要緊 其實最重要是堅持向前走 出來做事 我不斷進修 公司信任我 純粹是看我的能力 就算要穿梭中港兩地的工作崗位 我也做了好幾年 現在我是中國項目發展經理 公司給了很多機會我的 家人、同事 他都給了很多支持我 這是我一直向前行的原動力 我在2013年參加了馬拉松淋椅賽 我還獲得第六名 坐著這輪椅 我可以在運動場跑 在單車徑跑 而且可以去到一些 我平時沒有想過去的地方 因為我的腳 我接受了命運 我可能坐了一步被推的輪椅 但是只要轉一轉心態 布輪椅就成為我做運動的工具 我是需要自己去推的 人生總有困難 只要不放棄 前面就是康莊大道 在運動 我會在運動 你會不會去推的 我會對你 我會對你 在運動 我會不會去推的